今年CPI预估2.09%高于通膨警戒央行在升习半马 中央银行23日举行礼监视会议 考量台湾物价上涨压力仍高 连续第五度决议调升利率 重贴线率将升至1.875% 创近8年新高记录 央行同时下修2023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为2.21% 并上修今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核心CPI年增率预测值 同为2.09% 仍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 升习持续发酵2月新增房贷利率1.98% 创于7年半新高 升习效应持续发酵 中央银行公布2月五大银行新乘坐房贷金额新台币462.65亿元 月增93.11亿元 新乘坐房贷平均利率升到1.98% 创下2015年7月以来新高记录 央行23日宣布升习半码 后续也将反映在房贷利率上 房仲指出 多数房贷足利率恐跨越2% 大关 若以贷款新台币1000万元与30年起本席均摊计 每年还款金额比启动升习循环前多出4万元以上 升习也将签动油除利率走扬 若足额反映 公股银行开办青年安心成家购物贷款 一段式机动利率将破2% 大关充至2.025% 红兜拉斯外长赴中国外交部召回大使表达强烈不满 红兜拉斯的过程网报指出 不愿居民的知情人士透露 红兜拉斯外长雷伊纳在亲信陪同下前往中国访问 台湾外交部23日表示 红国坚持派遣外长赴中国洽商建交 是严重伤害台湾政府与人民感情的举措 政府决定立即召回驻红兜拉斯大使 以表达强烈不满 红兜拉斯准备与中国建交 相关安排与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时间点接近 外交部长吴钊燮23日在立法院表示 时间点并非巧合 而是经过精心的安排 外交部没有放弃任何机会 还在努力当中 但目前看来 要挽回邦交是相当的困难 台南水库总蓄水量直逼2021年大旱同期26日起全台有雨但帮助有限 台南地区水情不佳 三大主要水库所剩总蓄水量雨被称为百年大旱的2021年同期几乎相同 全台最大水库的增水文库蓄水率跌至11% 中央气象局23日表示 25日起开始变天 26与27日最湿凉 全台都有机会降雨 但雨量并不算丰沛 可能对水情稍有注意 人要节约用水 南区水资源局密切观察将报道的封面 盼能有春雨易住 东非沸沸现宗桃园不排除民众饲养平镇围捕未果已往新屋 桃园市平镇区振兴里长黄志杰18日接获李明通报看到沸沸 联络六福村受益围捕但没成功 黄志杰表示 沸沸已在平镇12天 仅采时蔬果雨未伤害人 现可能已逃到新屋区 媒体报道 沸沸疑疑似从六福村脱逃 但六福村表示 初步盘点并未发现有沸沸脱逃 这只沸沸的品种经专家初步判断为屯尾沸沸 随着不同角度照片增加 再次鉴定为东非沸沸 全台湾目前仅只有台北动物园和六福村登记饲养 领悟局表示 若查获确认为民间饲养 将强制没入并对四主处新台币1万到5万元罚还 另外也提醒民众 沸沸攻击性较强 若有看到务必尽快远离 并透过1999通报政府前往处理 太阳花学运站行政院按监察院纠正五机关提拔缺失 太阳花学运占领行政院行动建满九年前夕 监察院通过纠正行政院与警政署等五个机关 23日公布调查报告 列出警方驱离情形于越比例原则与部分远警行为粗暴 执法过当 对民众怀有恶意以及抗议民众受伤人数被严重低暴等八项缺失 监院要求机关应确实检讨改进 行政院也应加强远警人权法治教育及追究时任现场指挥官的行政责任 防范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并强调受到伤害的民众有得到真相与得到正义回复的权利 行政院回应会虚心受教 务实检讨改善 警政署只尊重调查 会深切检讨并精进执法作为 长荣大学马来西亚女大生命案梁玉智二审维持死刑 发生在2020年10月的男子梁玉智杀害长荣大学马来西亚及女大生案 一审由高雄桥头地方法院依性侵杀人等罪判处被告死刑后 高雄高分院23日上午在远距视讯法庭开庭 性侵未遂罪两年10个月与遗弃尸体罪两年部分驳回上诉 性侵杀人罪部分人判处死刑 只夺公权终身 全案人可上诉 女大生母亲在得知二审判决结果后回应说 正义得以伸张 青春动资券500元16-22岁每年免费领6月1日起登记发放 行政院会通过青春动资券规划 针对16岁到22岁年轻人每年每人常态性发放新台币500元的青春动资券 可用于购买运动用品或观看赛事 约165万人受贿 政府希望借此促进运动产业发展 也培养年轻人运动习惯 预计今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 韩美大规模两栖登陆联合演习美军两栖攻击舰参演 美军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22日停靠南韩釜山 要参加韩美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演习 韩国军方表示 两国共派出约12000名海军和陆战队员与30艘军舰与70架飞机和50辆两栖攻击车 另外 马金岛号还载有10架F35逆踪战机 就在马金岛号靠岸前数小时 北韩向东海发射4枚巡异飞弹 显然视为抗疫韩美联合军演 贝多芬头发DNA揭秘可能为非婚生子女与死于肝病 德国名作曲家贝多芬近200年前病逝 后是一直想厘清他生前的健康状况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贝多芬有极强的肝病遗传风险且恐罹患B型肝炎 此外 他的外染色体与目前在世青族不尽匹配 意味贝多芬家族记录上的谱系与遗传学谱系不符 族谱记录上的父辈恐非他的生父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